HELLO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燜燒杯可以用來煮飯或煮粥呢? 我試過,真的很棒,所以我今天很想和大家示範,如何由山米利用燜燒杯煮成一壺熟粥 其實這款燜燒杯很容易買到,除了它的專門店外,我一般都會等SOGO EON 一田永安大減價時買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就是跟她女兒去旅行時,整程都是用燜燒杯煮飯煮粥給她吃 她說好得,於是我又跟著去試試 而我今天的示範,就是會用到這個綠色500毫升的燜燒杯 我今天這個簡單示範,就會用到三分一杯米和蝦乾 我加些蝦乾,令粥有一點點滋味,蝦乾我已經用水洗一洗 現在就直接把它放進燜燒杯裡,再加上這三分一杯米 米落多落少就真的隨意,看看你自己喜歡吃稀粥,還是喜歡吃稀粥吧 之後就加些滾水,暖杯15分鐘,令到杯和裡面的食材都提升它一個高溫 這個動作很重要的,我除了當成洗米之外,還可以確保之後的步驟是處於一個高溫的情況之下,將食物整熟 我現在就拎實個燜燒杯,暖杯15分鐘,這個時候讓我去煮一些滾水先 15分鐘了,讓我將剛才裡面的熱水倒出來,以下的動作要快 盡量不要令到壺裡面的溫度降低得太多,穩陣起見,我隔水的時候加上隔網,以防萬一有些食物掉出來 OK,安全沒事,所有食物都還是在罐裡面 好啦,不要等那麼多,快點把剛剛煮好的熱水倒進燜燒杯裡 大家可能會問,倒多少才適合呀? 其實最適合的方法,就是把水倒到蓋以下1cm的位置 盡量不要令到壺有位置再儲存冷空氣,那燜燒的效果就是最好 我現在就將它帶出去,準備Lunch Time的時候吃 現在已經焗了4小時,我準備開飯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因為沒有微波爐,如果有時想帶自己的熱食 就需要靠這個燜燒杯,我今次就想清清地用蝦乾 如果大家想多些變化,都可以將一些綠熟了的雞肉或豬肉 代替蝦乾,放入燜燒杯裡燜燒 我現在一隻手拿著手機,一隻手拿著匙巾,拍給大家看成果 大家看看,燜燒杯的威力真是好大呀 米粒爆到開花似的,成為一碗有海鮮香味的稀粥 那個粥煲得好綿,還有濕濕的,吃下去更加開胃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好介紹吧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今次的影片 除了這個Youtube頻道外,我還有一個IG、Facebook專頁 和一個OpenRise的帳號 歡迎大家進去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和飲食的點滴 今天就說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吧,拜拜 拜拜